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度化一切种人 请大家发布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当中现在学习 第一篇里面的宣讲 殊胜的特殊功德 这里已经讲了法心的本体 法心的分类 法心的功德 本几个方面来进行宣说 今天我们学习的就是 法心的差别 那么法心的差别 今天在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如人尽了者 欲信真心别 如是智者者 而信此地别 昨天我们已经学习了 什么叫做愿菩提心 什么叫做心菩提心 这个非常关键 大家必须要搞清楚 什么叫做愿菩提心呢 我们昨天也说了 首先第一个条件 就是要以大悲心来愿众生 这是第一个条件 然后第二个条件 就是以智慧来愿众生获得福果 必须要具足这两种条件 具足这两种条件的前提下 然后我们要发愿 我从现在开始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愿菩提心 愿菩提心仅仅是在心里面发愿 这样的一种发愿 什么叫做心菩提心呢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发愿的基础上 我一定要去做 去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仅仅是一种发愿 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 不离开它的流动反省 这叫做心菩提心 那么这两个之间的具体的差别 在这里面已经讲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人们都应该了知 有一种叫愚心 另一种叫真正的足心 有两种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打个地方 我从这里到印度金刚坐 或者我从这里到拉萨去 那么拉萨去实际上 首先我必须有一种发愿 我要想去 还没有去 起乘的时候 我有一种发愿 这个就叫做相当于愿菩提心 因为愿菩提心 我要度化众生 心里面已经立了坚定的誓言 但实际行动当中 还没有进行操作 然后我这里真正已经启程了 前往印度金刚坐的话 那么我流飞 还有自己的行李 衣服全部都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以后 正在习程的过程当中 那么这个相当于是真心 真实地前往那里 那么真实地前往那里的意义 就像我们不但是要发愿 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且在实际行动当中 正在度化那时候的心 有些论师认为 在那个时候的行为 比如说 我要发布施的话 首先我想发愿 发愿完了以后 我正在布施的那个行为 就叫做行菩提心 所以我们这里应该 所谓的菩提心在心上面来安立的 因此仅仅它的行为 是不是行菩提心呢 我们应该说 是不是行菩提心 那么也就是说 我刚才前往印度的路途当中 我当时前往刚开始的发愿 我不能舍弃的 如果刚开始的发愿 如果舍弃的话 很有可能中间已经停止了 或者是返回来了 有这个可能 所以说 以前全知萨迦派的国人 他也是说过 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能离开怨菩提心 一旦离开怨菩提心 很有可能行菩提心不能成功 因此信菩提心的这种心态 一定要在愿菩提心的基础上进行 所以在这里应该知道 刚才一种是欲心 一种是真正心 从过这两种比喻来 具有智慧的人 对菩提心的目的 对菩提心的本体 愤怒这方面 完全精通的 具有智慧的人就完全了知 什么叫做行菩提心 什么叫做愿菩提心 而且他们的次第是怎么样 他们的次第之间的差别 完全会隆悟的 因为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愿菩提心的基础 如果没有愿菩提心的基础 那就根本没办法行菩提心了 所以这两个度 一定要安在一个心态上 当然在印度和藏地的高尚大德论 所谓的菩提心 菩提心的心态 也有各种观点 像以前印度的解脱古论师 四字弦论师认为 菩提心的这种心态 实际上是一种兴亡 就是一种兴亡 还有以前印度的世情论师 世情论师的菩萨迪论里面 说是一种欲求 认为这个菩提心 实际上是一种兴说 所谓的菩提心 实际上也是一种思维 因此也包括在心所当中 藏地的五个光尊者认为 只要是产生这种菩提心 实际上它是心网 心网有的时候 心所自然而然会来的 就像太阳有的时候 它的光芒自然而然会出现一样 关于菩提心 到底是心还是心所的问题上 也有一些高僧大德们 有这样不同的说法 不管是它是心也好 心所也好 我们现在在座的人 必须要明确 明确什么呢 我们今天一定要发这个愿 过一段时间 我们要真正地受持这种菩萨戒 所以在这个之前 大家心中也应该有个准备 什么叫做愿菩提心 什么叫做心菩提心 当然你从表面上看来 好像这两个很容易搞懂 一个是想度化众生 一个是真正度化众生 过程当中的这种心态 所以表面上看来好分析 但实际上它们的作用 它们的功德 它们的仪轨 它们的解体 这些方面的分类 应该比较难懂 所以我们这次学习 《入菩萨行论》的这些 所有的说法众生 所有的这些佛友 应该称为大乘佛制 如果是大乘佛制 我们的相续当中 应该受了菩萨戒 如果受了菩萨戒的话 菩萨戒的血处 这些希望大家也应该搞清楚 比如说顿根者面前 在《宝积经》当中 已经宣说了十八条 或者二十条菩萨的血处 如果顿根者面前 就像《学集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已经讲了四条戒律 然后顿根者面前 《导王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就是只有一条 也就是说 不舍弃怨菩提心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 最起码也是有一个基本的誓言 就是发什么样的誓言呢 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我以后菩提心不能舍弃 如果菩提心舍弃的话 当然我们下面还要讲它的过失 过失也相当大的 因为菩提心一方面 确实是依靠它的功德也相当大的 这几天我们前后都已经讲了 很多的道理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不想度化众生 我现在把舍弃怨菩提心 舍弃心 如果这样的话 那这个过失也是相当大的 所以说 尤其是舍菩提心的过失 就是在般若舍弄当中 讲得比较广的 因此我们一定要认认真正地学习 当然我们这些菩提心的分裂 本体这方面 有些在家人从来没有听过 一些佛教的诊统教育 这样人恐怕是有点难懂 一方面比较难懂 一方面不一定有信心 因为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讲一些 比较浅显异动的 或者讲一点故事 或者讲一点你的家庭工作 结婚 离婚 什么什么 这样讲的话 大家人很喜欢听 但我想我们这次《入菩萨行论》 不是学世间法的 世间的名词 概念 世间的各种行为 我想是在家人 尤其是外面大城市里面的人 就比较精通 没有必要有出家人来宣讲 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 一定要大乘佛法的各种教义 各种修法 各种观想 功德 这方面很多人比较清聚 所以很多佛友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名词或者有些道理 恐怕是有点点难懂 但希望大家不要舍弃心心 不要放弃心心 一定要认认真正地看着法文 宋子大概都做了一个介绍 我们下面论典当中是这样讲的 要去往某地一样 为了他意而想获得菩提的意乐 即是愿菩提心 什么叫做愿菩提心呢 就是我要想前往印度 或者前往哪萨那样 这个时候的心态那样 我要想度化众生 利益众生 这样的一种发愿 叫愿菩提心 结果我们再三再四地已经讲过了 大家印度也记在心间 如同正式启程 前往该地一般 他上能获得福果的正道 并且渴望修持持道 即是心菩提心 这叫做心菩提心 心菩提心 就像我刚才正在启程一样 正在启程一样 也就是说 我现在以布施 持戒 安忍 禅定 精进 智慧波罗蜜多 以六度四色的大乘的三巧方便方法 来进行度化众生 进行度化众生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心态 这个就叫做心菩提心 这个叫做心菩提心 希望成办自他而立的智慧 通过了知这两种比喻的差别 同时就会明白 原行两种菩提心的意义和不同顺序 所以只有智慧的人才会动到的 没有智慧的话 恐怕愿菩提心 心菩提心口头上说得来 但实际上不一定完全明白 因此我们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本体 梵体上面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以前通喀巴大师 加持觉 很多的论师也认为是一个本体 不同梵体 那么这样的话 比如说我们菩萨戒 有时候说是菩萨戒 有时候说菩提心 有时候说是摄持善法戒 禁止恶心戒 饶益友情戒 有三种戒律 那么这些到底是怎么样分的呢 实际上 我刚才所讲的那样 一个本体不同的成名 不同的梵体 就像是一个如意宝 它又能遣除黑暗 又能遣除别人的疾病 同时它能赐给一切所欲 给人们一切所欲 虽然是一个如意宝 但它有不同的作用 同样的道理 我们受持菩提心的过程当中 行持一切善法 所以当时也可以叫做摄受善法戒 然后我们在寻菩提心的过程当中 是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 也使它饶益友情戒 让我们行持菩提心的过程当中 禁止自己身口一个恶心 所以叫做禁止恶心戒 这样用不同的梵体当中 我们对菩提心也应该这样了解 当然我们在印度也好 或者藏地也好 这个菩提心 在什么阶段当中是有的 到底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 在凡夫阶段 还是圣者阶段当中 在心的相续里面存在呢 这一点也是有些论师的说法 有点不相同的 比如说以前印度的智诸论师 智慧的智诸论师 那么智诸论师 他认为愿菩提心 应该在资粮道和加行道的时候 愿菩提心是资粮道和加行道 然后心菩提心从一地菩萨开始存在 有这样的说法 以前也是印度的大论师 无为论师 还有智诚论师 就是智慧论师 他们认为 所谓的愿菩提心在资粮道 然后心菩提心从加行道到佛地之间 也有这样的说法 印度比较聪明的论师 《入菩萨行论》的讲义当中 有一个叫做布布论师的讲义 还有宝愿论师 珍宝的宝 来源的愿 宝愿论师 海运论师 他们认为 所谓的愿菩提心 实际上是不依靠 依轨而获得的一种戒律 所谓的心菩提心 依靠依轨而获得的一种戒律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还有以前的慧愿论师 我们经常说是 《入菩萨行论》的大术 在印度非常出名的 因此我们学习《入菩萨行论》的时候 一般来讲 印度的八大讲义当中 慧愿论师的讲义是为主 人们都称为叫做《入菩萨行论》大术 那么他认为 所谓的愿菩提心 以菩萨行为来没有摄持 就叫做愿菩提心 以菩萨行为来摄持 那么这个叫做心菩提心 藏地的萨迦埃德荣敦大师 也这样承许的 然后阿底下尊者认为 所谓的愿菩提心 我们发愿得果 我要想获得福果 从愿果方面的发心 叫做愿菩提心 愿硬方面的发心 叫做心菩提心 他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这一个观点 跟无垢光存在的观点 也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藏地也好 或者说印度也好 很多论师对愿菩提心 和心菩提心的观点有所不同 刚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因藏大德们对愿菩提心 和心菩提心有不同的概念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也应该思维一下 看看到底是 所谓的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是不是刚才有些论师所说的那样 但我们一般来认为 所谓的深意菩提心的确是 在第一地菩萨以上才获得的 然后现在按照无垢光存在也好 智悲光存在 以及宗喀巴大师 很多藏传佛教的大论师们认为 世俗菩提心分为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 那么心菩提心 在我们凡夫的行为当中应该是存在的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开始发菩提心 发这个菩提心 我首先发这种誓言 我今天早上如果开始 我今天早上发誓言 然后我今天中午 开始尽量地帮助众生 那么这个就是心菩提心 因此在我们凡夫为的时候 应该是具足愿菩提心 又具足心菩提心 这两种菩提心必定会是具足的 应该这样来了解 下面我们讲功德方面的差别 因为我们前面 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的共同功德宣说 那么在这里面他们特殊的 也就是说分别的功德在这边宣说 首先我们讲一下 愿菩提心的功德 愿行余生时随身广大国 由不如行心相续争佛德 他下面讲义当中这样讲的 愿菩提心在我们身处 生死轮回中间 可以产生广大的果报 意思就是说 愿菩提心是获得圆满无上菩提的一种 这样的发心 正因为他是获得佛果唯一的因 所以他的功德是 跟前面所讲的那样 一般来讲无量无边的 这一点没有什么差别 无量无边的 而且他在最后获得佛果不用说了 暂时在我们轮回 生死轮回当中的时候 也产生极大的果报 什么样的果报呢 比如说 你转在天界当中的时候 梵天 地势天等等 具有威望 名声的这些天王 然后你转在人间的时候 转成转轮王 或者是一些大施主 大成长者等等 就是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也是有一些万贯家产的 或者是地位显和的一些企业家 世间的一些迷人 实际上也是我们世间当中 这样的一种果报 当他还没有解脱 在人间的时候 跟一般的人完全是不相同的 不管是从他的财力也好 势力也好 相貌断严 各方面来讲 具有一定的福德 威望 这就是愿菩提心的果报 愿菩提心有这样的功德 愿菩提心不像心菩提心那样 相续增上福德 愿菩提心跟心菩提心 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下面所讲的那样 心菩提心自从相续当中生起以后 那么它的功德刹那刹那刹那地增长 不断地想上 也就是说增长 有什么样的功德 可是愿菩提心 虽然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是没有像心菩提心那样 它的增长率特别高 那么有些人可能这样提问题 如果愿菩提心的发心 功德不像心菩提心那样 不间断地 或者刹那刹那地增长 那是不是刚才前面所讲的八角树那样 功德成熟以后就灭尽了 或者是一般的树一样 它的功德成熟一次以后就靠尽了 会不会这样呢 并不是这样的 这个之间有一定的差别 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比如说我们愿菩提心 实际上跟前面的如意书一模一样 它有不断的功德 但是跟心菩提心相比较起来 它的增长率并不能那么高 就像我们银行里面存着 你定期存着一个钱 虽然这个没有去之前 这个世间没有到之前 一直用之不尽 一直放在这里 就像一样的 我们愿菩提心一摄持以后 这个功德乃至佛果之间 永时用之不尽 一直保佑着的 但是跟心菩提心那样的 不管是你在睡眠的时候也好 昏厥的时候也好 散乱的时候也好 任何一个时候 它的功德越来越增上 越来越膨胀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可能有些讲义里面不是很明显的 希望大家可能要思考一下 再说 愿菩提心实际上是在《交往经》 《交往经》当中 愿菩提心的功德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 当时释迦牟尼佛 给国王这样交接的 说你所谓的国王 事情也是非常多 工作也是缓慢的 白天晚上一直这样 连续不断的时间当中 以布什波罗密度 一直到智慧波罗密度之间的 所有的这些菩萨万行 你是不能这样行持的 但你如果能行持一切众生 获得圆满菩提过的这种险望 愿望 信心 当时《交往经》当中 佛陀给国王这样说的 你这个工作很范满的 事情也如是多 白天晚上 一直在不断的时间当中 从智慧波罗密度 之间的路德万行 是不能行持的 你如果能行持 愿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 这种意乐 发心 向往 信心具有质量的话 那么不断生意 在睡眠的时候也好 或者心咒作散乱的时候 实际上你的菩提心的功德 越来越增长 所以在《交往经》当中 特意地宣讲了 愿菩提心的功德 从这个教证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所谓的愿菩提心 应该说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如意树那样的功德 妙宝品那样的功德 这样的功德 决定会是有的 同时我们《华严经》当中 下面有这样的记载 《华严经》当中云散乱者 比如金刚宝 纵然毁损 也胜过所有的上等金物 以前所有的珍宝当中 有一个叫做金刚宝 那么金刚宝 现在有些论师认为 这是金刚钻石 不管怎么样 金刚钻石也实际上 他的价值极为昂贵 所谓的金刚宝 即使依靠其他的一些外缘 已经损害了 已经把它破坏了 破坏完了以后 因为质量相当好的 完全胜过所有金子 做的耳环 这样那样的金子装饰品 完全都已经胜过了 金子所做的这种饰品 而且也不适合金刚宝的这种名称 人们也叫做金刚宝 就像有些双壶 还是很值钱的 一般来讲 双壶的这种莲珠 毁毁完了以后 他可以谦然 或者做一些其他的功德装饰品 这也是可以的 就像金刚宝的价值 也是如此这样的 善男子同理 发菩提心之金刚宝 纵然离开清分 也胜过一切身为缘解 功德之精致 那么这里就很明确地说了 说发菩提心 相当于是金刚宝一样的 那么虽然已经离开了清分 离开清分指的是 心菩提心的行为现在还没有 我已经发了缘 但是心菩提心还没有舍舍 真正行为上的清分是没有的 但也应该胜过了 一切身为缘解的功德 虽然身为缘解也有很大的 人物啊 法物啊这样的一些功德 但真正度化众生方面 他有一定的欠缺 因此这种智慧 或这种利他的心 完全都已经胜过 身为缘解的这种金子的饰品 你们以后不要解释 啊 菩提心已经胜过 身为阿罗汉在身上戴的 金子的装饰品 然后缘解身上戴的 金子的饰品 不要这样来解释 它这里完全是一种比喻 它指的是功德 也就是说 它的这种金刚宝的菩提心的名称 完全都已经压缚 这些声音缘解的功德的意思 用金子的和金刚宝的比喻 来这样宣说 也不受惠菩提心之名 否能遣除轮回之一切贫困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也可以看得出来 愿菩提心能遣除轮回的根本 轮回当中的各种贫困 精神的贫困 物质的贫困 然后我们也就是说 轮回的所有的无门 无名全部都遣除 就是这个意思 然而它并不是像 心菩提心那样尽量不断产生福德 这是已经讲了 愿菩提心单独的功德 下面我们讲 心菩提心的功德 他这个颂词当中已经讲了 刚才愿菩提心虽然功德很大 但是跟其他相比较起来 确实心菩提心的功德大 什么时候 我们的相续当中深情啊 我要度化天边无界的一切众生 这样的发愿 这种发愿 立志不退 立志不退是 有些诸书里面说 即使遇到生命危险 我不会退传 所谓的心菩提心 有两种解释 一种刚才说的 用行为来摄持 一种在愿菩提心 这是发愿 我要度化一切众生 也就是大概的一种发愿吧 到了心菩提心的时候 你再三地思维 也就是说 你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的信心是不会退传的 哪怕是我的身体怎么样 分身吹骨也好 我们这个世间上也是说 君子一言 快马一变吧 斯玛兰罪也说 快马一变 也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这种 自己所说的语言永远也不会变的 就是不会今天我发了这种誓言 明天应该什么 中间出而反而 又不想退啊 不应该这样的 在自己心里面真正说了一句话 从此以后再根本不会退回 这样理智不退的这种心 要受持这样的菩提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我们的相续当中 已经生起这样的心 从那个时候开始 当然你在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 这是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即使你的行为有点善了 或者你在晚上 随炼的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说你在放逸 行为并没有如理如法地走的 外面唱歌 跳舞 在这种过程当中也好 还有在一些昏聚的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说我们处于心 主 我 平时的威仪 在这些当中你的功德 你的福德 就愿一切众生的这种福德 它的相续是永远也是不会耗尽 而且一刹那刹那地开始争夺 它的量完全成了无边无际的虚空一样 就是这样的广大 所以我们相续当中 大家也应该 心菩提心的这种发心相当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气 的确是我们今天做一个善事 就是一个善事 那么这个用完了以后 再没有了 如果我们真正是以菩提心来设斥的话 那么它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以前上师如意宝都是这样讲过 说是心菩提心 比如说你的相续当中 已经死也不会退转的心菩提心摄持 然后以这个基础上 你念一个观音心诸 我妈你把面红 你念一遍 那么念一遍的功德 到你成佛之前一直越来越增长 如果你这个菩提心没有摄持 你念了多少的咒语 做了多少个善事 然后发了什么样的布施 这样那样的心 实际上这个功德到一定的时候 有限度的用完的 所以平时我们在行为当中 应该是自己观察自己的心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 自己发心是到底怎么样的 自己心的相续当中 产生过这样的发愿没有 就是你发过真正的 这样的愿没有 这方面就是必须要自己观察 诸事当中这样讲的 从什么时候为了使无边无际的所有众生 从业火之束缚 与轮回的脑月中解脱出来 你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生起呢 我从现在开始度化 所有轮回的这些可怜众生 在生死轮回当中没有空之前 怀着义无反顾的 逆他的心 真实受持心菩提心 自此以后 从这个时候开始 如果没有失会这一心菩提心 那么即使便处于睡眠状态 或者是你喝酒 讨醉 或者吃了安密药等等 这个时候你动都动不了 但是实际上你的相续当中的功德 一直不断地在增长 一直在增长 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 发了菩提心以后 就像你已经坐了车一样 坐了火车 沃浦 你就这样睡着 实际上你不用起步 自然而然你从成都到北京 很快就走了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上这个列车 你做多少步呢 就是算这么一个路程 所以我们行持过程当中 一定要以菩提心来摄持 这个重要性一定要清楚 没有清楚的话 我想我们藏传佛教当中 有些人特别作苦心 有时候他们苦心的精神 真的是非常值得佩服 值得赞叹 比如说 从康巴地区 一只科大徒前往拉萨 几千个公里 这样的 刚才我说了 我们有些科大徒 从行为上讲苦心相当大的 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菩提心 从我们这里一直到拉萨 就是散步一拜 需要可能一年左右的时间 一个人具有菩提心 以菩提心来摄持 然后在这里 磕一天的长途 那么这两个功德 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是哪一个人的功德大呢 应该说 我们在这里 依靠方便办法来修持的功德很大 所以我们修行 也需要智慧 没有这种智慧 确实修行起来也是很困难的 比如说 像汉传佛教当中 我想有些修行人 也非常的苦心 也很紧紧的 早上四点多的时候 开始起来念佛 一直念到晚上八九点钟 一直这样 一直不断地在这样念 但是你相续当中 有没有以菩提心来摄持 没有菩提心来摄持 那个功德是大得大 大家也非常清楚 因此我们以后 行住作我 做任何一个善事 首先是以菩提心来摄持 然后以菩提心来摄持的时候 那么刚才在论典里面所讲的那样 什么时候你的相续当中生起呢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读众生 我再也不发心 如果没有产生这样的一种恶念之前 你的相续当中的功德 一直都在增上 所以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看清楚 什么功德是最大的 这个问题很重要的 他这里也是说了 自从那个时候开始 即使他处于一种魂惧 或者陶醉当中 那么起天空佛 也会相续不断 屡屡产生 他这样广大无边的功德 在他的相续当中不断地产生 而且具有这样的 菩提心的人来讲 即使你表面上看来造一些恶业 实际上也变成了积累资粮的因 五个光尊者发菩提心的时候 专门用我们以前学过的 大明三家方便经里面的一些公案 讲在这个地方 这个公案当中首先是大悲上主 大悲上主当时已发悲心 然后他杀了断马黑人 从表面上看来 一位菩萨 一位上主杀了一个人 应该失败自己的菩萨戒 但实际上他因为处置特别精进的法性 是利他的一种法性 因此他已经圆满了四万劫的资粮 还有信手婆罗门 也是被上主之女作了不经心 也后来已经圆满了二万劫的资粮 从表面上看来这两个的 一个是杀人 一个是不经心 应该是有过失的 但实际上具有菩提心的人的相续当中 即使造一些表面上看来不如法的行为 也反而变成功德 当然这种境界应该说 可能我们一般的凡夫人 以利他的心作为借口 作各种各样的一些非法的行为 恐怕是不如法的 他这里也并不是意思说 让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 整天都是水难教 整天都是在昏迷状态 整天都是不弃双 一直在难度当中 你的功德一直不断地在增长 有些人认为 啊 我现在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菩提心没有释怀 然后我现在已经变成富贵了 我现在存在银行里面了 光是靠利息也能获得到多少多少年了 有一个富翁 他说说 我现在把钱全部存在银行里面 我光是吃利息也是我这一个子够 对我说很多很多的大话 所以我们有些修行人 也可能会这样想 啊 我现在发了菩提心了 从此以后不用什么行辞 也不用背书 也不用看书 让我天天睡觉就可以 也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相续当中真的有了菩提心 倒是可以 但有时候也很难说 真正的一些大成就者 应该是有这种功德 以前我们上师如意宝的 有时候出去的时候 到了中午的时候 怕了人家 有时候睡着 这个时候我们旁边真的心里面产生一种信心 心跟我们完全是不同的 上师虽然现在已经睡着 但是实际上他老人家相续的功德 一直会增长的 因为像他老人家那样 确实是 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人认为 根本不会有任何怀疑 不是菩萨 不会有菩提心 不会这样想的 所以说真正的一些菩萨 不一定他整天都是作禅 念佛 或者看书 也不一定 即使他在显现上 在外面整天有山万水 或者整天都是看一些 真正大成就者 有些从表面上看得好像 不行持善法 但实际上他的菩提心 一直不断地增长 这种显现也是有的 但不管怎么样 这种修行看自己 自己应该明白 就是如人隐随 凌乱赤字 自己应该看 你自己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发了这个愿没有 你发的时候 你看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 你会不会退转 如果根本不会退转 这样一个心在你相续当中 那么从此以后 真的我们的功德是越来越增上的 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来摄持 表面上看来做什么样的事情 实际上功德不是特别的大 因此我这次也是在争这个机会 希望大家 自己在修行过程当中 一定要以菩提心来摄持 这个是我再三地祈祷大家 也是全力大家 菩提心是非常重要 同时 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 能不能这么好的佛法 介绍给很多佛教徒和非佛教徒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很多佛教徒 真正相续当中有菩提心的人 不一定是非常多 我前面所讲的那样 大多数的佛教徒就是求一些人天福报而已 所以这些人的方向 能不能转变过来 这是我们每个人 应该自己要想的事情 还有一种事情 有些没有信佛教的这些人 我们想起一切办法 能不能让他们归入佛教 这些众生是非常可怜的 不要说生意地的空性 连世俗地的基本的前世后世 业因果 菩提心的功德 这些都不懂 每天都是为了钱 为了生活 为了工作 而奔波 而荒废自己的宝贵人生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在《入菩萨行论》 学习的大概一年也好 一年半也好 或者八九个月 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不能每一个人让他学佛 就是拿入一个我们经来 我并不是说 我们这个菩提心会需要很多人 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 如果相续当中没有菩提心 哪怕有几一个人也是没有什么 如果相续当中有了菩提心 十几个人也是足够了 我并不是说 我们团体当中 人越来越多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在弘法利生的事业 我们靠每一个人 如果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 哪怕你在相相细细的 一些生活当中 你遇到的时候 你把佛法的精神给别人讲 让别人通达佛法的教义 真正是度化众生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发了这个菩提心 发了这个菩提心 你光是 我现在已经发愿度化无量的众生 那到时候 或者我长大以后什么什么 不用这么想 现在也是我们大的 真正所有的众生全部要度化 这样的能力都是没有的 但是我随便在身边 有很多的亲朋好友 在这些人面前我就讲了佛法的功德 讲了大乘菩提心的功德 很有可能这些人会发心的 其实你没有发心的话 第一次失败 二次失败也不要紧的 这不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失败 这是正常显现 凡夫这些人他无始以来都是 对自己迷乱的执著相当重视 所以说即使他不承认 即使他反对 对我们来讲 也没有什么可奢望的 因此在修行过程当中 希望大家在自己身边的人 能不能起一点作用 让他们逐渐逐渐地学习过法 在他们的相续当中 真正生起一种利他的心 这样的利他的心 我前两天也讲了 对家庭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社会来讲也很重要的 对国家来讲也是非常的珍贵 如果我们发利他的心 越来越多的话 整个世间当中的各种饥荒 战争 灾难 这些逐渐逐渐地会消失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有爱心 有慈悲心 有无私地 奉献一切的信念 这样的心态 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有多少个人 有多少个人 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 所以我觉得 这也是对社会的一个共享 从世间法的角度来讲 也是对我们弘扬佛法的一个大贡献 那么下面再讲一下一个颂词 这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心菩提心的功德 下面 心菩提心和愿菩提心 具有如实的功德合不合理呢 非常合理的 通过教证来证明合理 和通过理证来宣说合理 有两个问题 首先是以教证之合理 他这里说 我们有些人可能这样认为 虽然菩提心 说是有如实如实的功德 但是这个功德到底合不合理 怎么会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有些产生这样的怀疑的话 那么我们下面可以这样说 产生这种怀疑的人 对佛教不了解的 不信佛教的人也有 然后对技术佛教已经了解了 就像小乘行人那样 对佛陀的这种漫长时间的苦行 还有一些布施自己的妻子 儿女 头目老鼠等等 这样的男性能性的一些精神 无法接受 无法看人的 这么有一些小乘行人 那么这些人认为 所谓的菩提心有如实如实的功德 到底会不会有这种疑问 那么我们可以回答的 佛陀 大慈大悲的佛陀 当时是为了信仰 小乘道的 自我解脱的 像这样的一些行人面前 在《妙闭情闻经》当中 专门宣说了 菩提心的无量的功德 那么这些无量的功德 也是完全合理的 就像龙猛菩萨所讲的那样 众生无边无际 我们愿无边无际的众生 而发这样的愿 实际上功德也是无边无际的 这是极为合理的 就就龙猛菩萨所讲的一样 那么他这里 也是已经宣说了 这是非常合理 看布根和采 他的《入菩萨行人》讲义当中 也讲了四种不可思议的道理 来进行宣说是合理的 他的所愿的众生 无边无际的 能遣除的痛苦 也是无边无际的 然后所得佛果的功德 也是无边无际的 经过的时日 也是无边无际 通过这四种无边无际 也合理的 成立什么呢 就是我们菩提心的功德 也是有如是无边无际是 极为合理的 他这里 行菩提心能产生众多佛的这一点 具有可理性 确度可靠的依据是 妙闭七文件 所以我们这次《入菩萨行人》 按照五座菩萨来讲的话 确实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他引用的全部是大乘经典 我们不管是哪一个教派 就非常能接受的 承认的这些教证 因此很多人可能会想 印度寂天论所造的《入菩萨行人》 虽然他的利益是很好的 但是到底他所讲的每一句 会不会在佛经当中造得出来 他必须会不会造得出来 还是他自己顺便 想象那样造的 所以如果有这种疑问 我们在这个讲义当中也可以看得出来 基本上比较大的问题 全部引用了一些大乘的经典来进行说明 所以我们在《妙闭七文经》当中 这个《妙闭七文经》可能有几种版本 所以很多藏传佛教的讲义里面 引用的时候 他的有些文字都不太相同的 为了行解小乘之所有众生 趋入大乘 所有是指的事 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的意思 那么为了让这些小乘根解 我们有些人对小乘不要认为 哎 这个小乘我是大乘 很了不起 其实我们有些时候 也不能对小乘特别的小看 为什么呢 小乘实际上已经通到 人无我的这种境界 阿罗汉的这个境界很高的 然后他们通到无我的话 他的智慧肯定是超乎我们的 然后他们对众生 肯定有一定的悲心 所以我们有时候想 这个小乘 你这个小乘根机 有些是这样认为的 你这个小乘根机 但实际上 小乘根机当中也是真的 如果阿罗汉跟我们凡夫人 相比较起来的话 肯定我们的悲心也好 智慧也好 从哪方面都是不如 我们现在相续当中 连出离心都可能是没有的 今天我碰到一个浪漫 她说 哎 现在我们这个血缘是特别舒服啊 这个春暖花开 多么舒服啊 我说 你不要太特别地这样说 不然你的相续当中 处理心一点也不能生起来 她说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这个轮回是多么快乐 多么舒服啊 这样的话 你怎么想处理 获得解脱 要超离这个轮回呢 也是开玩笑 但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认为 啊 这个小乘根机很可怜的众生 佛陀跟我们的观念一样的 也不能这么想 我们有时候也是很可怜的 我们对佛教的真正的教义 经常生不起信心 然后自己的卧智 法智 这些特别强烈 所以说 佛陀实际上对小乘根机也是一股本 那么这里 刚才我们讲的小乘行人 还有一些其他的 对佛教不太明白的这些人 虚如大乘 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是这样说的 舍若我为众生逆乐无边而披上盔甲 则逆乐一切有情之所愿无边 善根也无边过 积水放逸水面 燃与诸意行之灭刹那 善根也增长强盛圆满 这个教证里面讲得特别细致 意思就是说 众生无边无际的 让众生获得所愿的对境无边无际的 我们发菩提心 配上信心的这种果价 实际上 所愿众生是无边 所得的功德也是无边 然后我们所回向的善根也是无边 众生所得的快乐也是无边 所以刚才在这里 也是有几种无边 那么以这样的无边结合起来 菩提心的无边的功德也是成立的 那么这样即使你在睡眠的状态当中 就是菩提心 只要心菩提心 你的相续当中已经产生 然后一直没有退转 那么这个功德一直在增长 所以平时我们观察自己的相续 这次在自己的相续当中 真的有没有菩提心 当然每天都不一定要想 我今天犯了一个事情 今天没有 今天有 不用这么想 首先最关键的问题 你先发誓愿 然后发了誓愿以后 从此以后不要出现违禁 这是我们以前一再地说过 然后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 大家也应该注意 比如说 我们早上要求大家共修的时候 你就应该心里面想 我是已经发菩提心的人了 发菩提心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从现在到乃至佛果之前 我是要利益众生 我是发过这个事 发过这个愿 这样的话 我应该一步一步地走 潜力之行施于诸下 我应该这样想 我现在从一步一步地走 一步一步地走的话 那么我今天的时日当中 我不应该害众生 每天早上都应该这样想一想 如果这样想 这一天当中 不管你接触什么人 你遇到什么样的违缘 你就心里面想 哎 早上我已经发过愿了 就是我今天尽量地忍辱 今天我一定要行持善法来设施 如果我们每天都是 用这种方式来约束自己 这种方式来对治自己的烦恼 那么应该会相续当中的菩提心 越来越增上的 所以我们作为凡夫人 经常要提醒自己 这个是相当的重要 不管是你走路也好 吃饭也好 平时自己的行为 一定要提醒自己 我跟其他人不同 我是发菩提心的人 我在诸佛菩萨面前 所有的上师面前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了 自己对自己 应该这样想 就像我们一个出家人 我们就是 啊 我是出家人 我不应该这样做 你看在家人他杀生 做各种各样的 我我不做的一些形象 啊 我毕竟是个出家人 我不能这样做 自己对自己有一种控制 有一种遥控制啊 有一种遥控制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发了大乘菩提心 那么你是处于在家人也好 出家人也好 你始终都说 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提醒自己 这个是千万不能忘记 如果你这样 比如说你住在城市里面 就是一个在家人 但是你的相续当中 真的有了菩提心 那么一个寺院当中的出家人 他的相续当中 没有处理什么菩提心的话 那么他们能够行持的 善法的谁的功德大呢 我认为应该在家人 这个行持的功德很大 虽然出家人在寺院当中 成天都是念佛 所有的一切的 外面的无语断除 但是心的相续当中 并没有生起菩提心 都是为了自己获得解脱 或者为了自己混日子 如果这样的话 那在家人他平时 什么念佛的时间也没有 做功德的条件也是没有 但是他有一颗善良的菩提心 依靠这个善良的菩提心 他的相续当中 所有的功德都是增上的 然后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念 欧玛尼巴门宏 或者南无阿弥陀佛 那么这个功德 你在整个一天当中 你不做任何善事 一直不断地在增长 乃至佛果之前 一直在增长 如果刚才出家人在寺院里面 每天都是念阿弥陀佛 但是你念完了 功德就没有增长 所以这个问题 希望大家 我并不是说出家的功德不大 当然出家的功德是相当大的 这个我看 我们每一个人会明白的 但是发心的功德 并不是以形象来分的 每一个人以自己的心态来分的 所以时时刻刻地说 能不能独走自己 能不能要求自己 我就是发菩提心 跟任何人接触的时候也好 或者对待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自己对自己有个约束 那么你不是牦牛 你应该是人 所以你的行为肯定会有改变的 如果有了改变的话 这就是菩萨的行为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我会不会有了改变的话 这就是菩萨的行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